哈喽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题 陈密尔的大密被双开,地方债罕见的成为罪状之一 习近平访美高危吗?京城惊传军事政变 美国最高军事首长致信解放军的高层喊对话,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原贵州省的政协副主席李在勇近日被中共当局双开 罪状有一大堆包括了搞权色、权色交易 干预司法长期痴迷赌博、非法的收受巨额财物 而最惹人关注的是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肆意违规拒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 报道说这是地方债务罕见列入了落马官员的罪状 报道指出中国内地为了打击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杠杆 导致地方政府卖地量急剧的下降 再加上过去几年地方政府要为清零防疫政策做出巨额的开支 导致不少的地方政府债务重重 而近几年以来实施的跨越式的发展 贵州更成为了重灾区 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贵州省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增至了1.247万亿元人民币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调研报告表示 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 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靠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暗示向中央来求救还债 而李在勇曾任贵阳市的市长六盘水市的市委书记 贵州省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贵阳市的市委书记 贵州的常务副省长 肆意违规拒债融资 应该是在主政贵阳和六盘水的任上 资料显示2021年末的时候 六盘水市的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为733亿元 根据数据宝还有腾讯财经联合推出的城市负债率排行榜 贵阳的债务率高达929% 在中国全国遥遥领先 贵州原是中国西南小省穷省 过去十年的GDP的平均增速在中国全国居首 也因此而不断的出干部 高速增长的背后当然是高举债 城市负债率的排行榜显示 经济欠发达地区负债率较高 除了该省的省会城市贵阳的负债率居榜首 贵州的另外一个城市尊义也超过了80% 名列亚军 深圳的主要城市负债率最低 只有19.35% 不过如果造成地方债务要追究责任 又岂止是李在勇呢 另外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指出 中共的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在勇近日被双开 罪状当中罕见的涉及到了地方债务的问题 而李在勇曾经是原贵州省的省委书记陈敏尔的大秘 11月7号的时候李在勇被立案审查调查 并且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报道表示李在勇的仕途与中共的多名副国籍的高官有交集 其中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 2012年2月开始历任中共贵州省的省委副书记 2013年1月份的时候出任了该省的省长 2015年7月31号升为该省的省委书记 到2017年7月15号赴重庆任职 陈敏尔在贵州期间李在勇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市委书记任上 跃升为常委 随后更是成为了贵州省的省委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是陈敏尔的大管家 在陈敏尔离任之后 两任贵州省委书记先后是孙志刚陈一勤 陈一勤现在是中共的国务委员 而卸任两年多的孙志刚今年的8月28号已经落马 孙志刚落马之后 中国的经济学家梅新玉就撰文表示 贵州有两大隐患 其一是过度负债投资导致其负债率过高 且房地产等一些投资规模过大烂涨过高 梅新玉还表示从2015年到2020年 基本上是贵州地方债膨胀最快的时期 孙志刚在这段时间主政贵州 对这些问题应该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文章表示2015年到2017年 其实是陈敏尔主政贵州的事件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来自综合媒体的一篇 评论表示 北京前几天举办了一场纪念刘少奇 诞辰125周年的音乐会 但是中共的官方并没有报道 不过该音乐会的前几天 刘少奇的儿子刘元与魏玲的文章却热度不减 但是关于刘元准备鼓噪各集团军 各军区各军种 在习近平前往美国参加APEC会议期间 包围占领北京的说法 或许是一厢情愿 但是希望中国变天的梦还是要做的 不能够没有梦 作者表示11月6号 离刘少奇24号的诞辰还差18天 一些民间与组织部门就合伙 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消息没有得到中国的门户网站 或者是中共党媒的报道 中国的金融网报道显示 红二代争先恐后的出席 包括了刘少奇的女儿刘婷 还有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 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 朱德之孙朱和平 还有他的外孙刘建 以及陈毅的儿子陈浩苏 华国锋的儿子苏氏 张云义的儿子张光东 还有中共的东部战区 原陆军司令员 秦魏江中将等等 作者表示 但这还不是讨席聚会 刘元在音乐会前的简短讲话 也没有包含 余父丹叔 勾火胡鸣的创意 官方媒体没有报道 估计是打了招呼 生怕舆论哗然 但是海外舆论就很煽颠 仿佛红二代真的联手 要消灭习近平 自由属于人民的样子 于是刘元与魏玲的文章 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 也被看好 但是大多数的分析抓了几个字眼 认定是舆论先行 讨伐习近平的规划行动之一 虽然近期 中国大陆的多篇文章 都有陶武造席的嫌疑 但是这还不至于到了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的地步 作者表示 刘元与魏玲的文章 长达万字 堪称是万言建议书 名为纪念刘少奇诞辰 一百二十五周年 实为叫板习近平独裁 但是却是好心 文章以刘少奇民主集中制为主打 对刘少奇的相关论述加以拔高赞颂 几乎在重新定义中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 如此看来 经过中共严格审查修订的该百度辞明条 也要修改才是 作者说 而能够撰写出这般东西 当然也一定是隆重的御用专家 魏玲是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教授 作者说 看到百度辞明条当中的民主集中制 是屏蔽了所有为这一制度 做过解析论述阐述的中共领导人 仅只有习近平的名号出现在了辞明条当中 但是也是从该制度说到两个维护的句实当中 作者表示 这些年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竭力的消除他之前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形象 这一做法其实就是文革当中三突出的一波承袭与滥用 当然 拿民主集中制来舒适 即便是别有用心 也很难上纲上线 所以文章称 刘少奇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民主集中制理论 差不多也是另类的个人崇拜的翻版 虽然目的是营造党内和社会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表示要注意的是文章将中共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格言 替换成为了刘少奇年谱当中的 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改变就带着抨击当今不守规矩的韵味 文章以极大的篇幅在叙述刘少奇如何圆润了民主集中制 与其说是在追根溯源 不如说是在与党章党史来争夺该制度的发明创造权 文章还梳理出了一整条刘少奇民主集中制的时间线 理论线逻辑线并且装填了刘少奇的各种讲话报告文章 帮规帮条 第一部分包括刘少奇民主集中制理论 初步形成阶段走向成熟阶段 民主集中制进入国家制度层面 这样的标题定位就毫不掩饰的给予了刘少奇 为中共这一核心制度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部分是论断部分直接了当 以刘少奇的口指桑 中共的领导是集中领导 不是个人领导 特别是第四点 翻译过来就是由刘少奇创建的该原则 是绝对的 执行民主集中制是不讲条件的 这一点很容易被外界看作是红二代的集体起义 倒戈 作者说习近平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已经造成了文字语言的破败 也让更多的晦涩泛滥 对文化生态很难说 不是一种毁坏 而戒谷讽经却不断的出神入化 尚不包括历朝历代发明的各种文字手法 作者说实际上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扩展和生发 所以文章最后的劝勉意味也是很明显的 比如 所以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在强调集中制的重要性 也一并的预讽当今 措辞也分外的严厉 推弃了个人崇拜的几乎所有争相 一言堂加长制 独断个人崇拜 为了让文章不露痕迹也无可挑剔 就如同现在很多人拿中共的话来骂中共 文章也是在最后引用习近平的话 使之无懈可击 将个人褒奖到巅峰 其实就是为了将另外一个人 鉴别到谷底 作者表示此外文章引述了一些古语来教训习近平 比如王冲的《论横疏篇》中的两句话 知乌漏者在雨下 知证诗者在草野 其实也是在冒胆尽见 要习近平看看民意 万不可一意孤行 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最后文章的面面俱到 也反映在习近平对中共官员的处置上 将内部矛盾采取对敌斗争的办法来解决 危害是造成分裂 最具有讽刺味道的是 习近平在刘少奇120周年诞辰的时候 讲话当中对刘少奇的赞扬 成为对习近平本人最绝妙的反讽 作者说十分巧合的是 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 中共的人民出版社的官方平台 也发表了民主集中制十五奖 而两天之后的11月2号 中国的网络平台网易挑出了其中一奖中的一篇 推进民主集中制发展的四个阶段刊登 在文章界定的这一集中制发展的第二阶段当中 呼应刘源的文章 提到了中共八大提及的扩大党内民主 但是文章同样没有提及刘少奇的书面报告 与毛泽东的重要指示 作者说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 人大实际要坚持的就是一党独裁 并且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而习近平才真正读懂了中共民主集中制的个人用途 回过头来看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也在这个结果眼上大谈民主集中 给刘源和御用专家合作的文章做出了一个注脚 算不算是防不胜防的高级黑与低级红呢 作者说刘源借父亲诞成发文悼念 不能没有用心 但是也未必就是别有用心 怎么说呢 文章的利益和正论观点倾向立场是一目了然的 那就是维护中共的利益 最多算是拐弯抹角的建议 连改良主义的层次都没有达到 更说不上有多少发难的意韵 因为文章在苦口婆心的范围之内 还有点你改正既往不咎 你就是好的领导人的西迹 也毫不含糊的藏在了文章的自封里面 因为刘源不会从父亲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 惨况当中来仇恨或者是反对中共 这与大多数文革当中遭受过冲击 但还是坚守中共立场的人一样 他们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患者 或者是既得利益的感恩者 此外刘源从从政到六四受到波及 并没有导致其走向反面 毕竟此后中共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和荣耀 此后刘源因为古俊山的贪腐案遭遇了四次暗杀 为习近平军队反腐鼎力效尾 但就是因为其明察秋毫一腔热血 而不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习近平不敢久用 终止削取军职 在人大过渡之后一样天年 但是外界无论如何传闻 刘源都难以挑头接杆 关键是刘源只不过是在中共武警当中 出任过副政委 军队总后勤副政委 军科院也是政治委员 很难与军中的实权者来勾搭 因此难有启示的资源和资本 在习近平的监视下 这些红二代将领大多明哲保身 得过且过 更何况是在习近平绝不手软的背景之下 看看最近的消息 中共火箭军全军覆没 是习近平杀鸡敬猴的绝招 就在留言文章出炉的前几天 北京香山论坛出席的中方将领当中 没有一人与火箭军撤上了瓜葛 更不要说火箭军的降临了 根据相关的消息 中共的联参部的副参谋长张震忠 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失踪 火箭军的副司令李玉超 原政委徐中波 近年七月份的时候被免职 火箭军的前司令周亚宁 缺席了人大的会议 九月份的时候传出了副司令李传广 被查的消息 而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巨干生 也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缺席了 建军节的酒会 目前更是盛传 中共空军的前司令 现任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人大华侨文会的副主任 丁来行遭到调查的消息 据说涉及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工程的腐败案 因此习近平独裁权力之下 谁还胆敢以文章反党 结局就只能是被消失 就因为刘元的一篇文章 就有传闻说 刘元将军呼吁各集团军 各军区各军种 在习近平前往美国 参加APEC会议期间 包围占领北京 这是一厢情愿 但作者表示 希望中国变天的梦 还是要做的 不能没有梦 好再来看一下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说美国最高军事首长 致信解放军对等官员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说美国新任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将军 在星期五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表示 他对美中两军关系的改善 抱持乐观的态度 而且他还向中国解放军的对等官员 发出了一封信函 做了自我介绍 并且表明他对双方会晤 持开放的立场 原委美国空军参谋长的布朗 今年10月1号的时候 接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还指出 他并不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定要以武力来夺取台湾 不过他也没有排除这一可能性 布朗是在访问日本期间 在东京做了上述的表示 布朗在访问之时 美中两国正在为拜登和习近平 下个星期在旧金山举行的两人之间 一年以来的首次双边峰会 做最后的准备 亚太金河组织年度非正式领导人会议 下个星期将在旧金山召开 而美国是这一次会议的东道主 拜登和习近平以及亚太地区多国元首和政府的首脑 将出席这一会议 拜习会的主要目的 还是要管控双方的分歧 稳定双边关系 并且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报道指出 美中两军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去年8月初 时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北京不仅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持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而且中断了美中之间几乎所有的高层交往 包括两军交流与对话 北京还指责华盛顿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扩大和密切与台湾的安全和军事关系 路透社引述五角大楼的官员的话表示 美中两军关系的恢复对防止因误判而导致冲突至关重要 解放军的基建近年以来常常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等地的海空域 以不专业的危险动作拦截进行正常自由航行的美国基建 布朗则对美中两军关系的复苏表示乐观 他表示 我认为现在或许就有机会 而且由于总统预计下个星期将与习近平会晤 我们看到的迹象是有一些兴趣 布朗在东京向为数不多的一些记者表示 如果机会出现我肯定会把握住的 路透社报道表示 布朗并没有透露他具体把信函寄给了谁 不过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 应该是布朗的对等官员 在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解职之后 媒体曾经引述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说 刘正丽有可能接替李尚福 出任中国的国防部长 布朗表示 他向中方寄出的是一封标准的自我介绍信 而且在信中解释说 我已经就位 也愿意开通一条沟通渠道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军方一直抱怨美中军事交往处于中断的状态 中方官员还聚听美方官员的电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时任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曾经一道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 美方原计划安排两个人举行双边的会谈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李尚福和奥斯汀后来在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晚宴上确实有碰面 双方握手并且做了简短的寒暄 却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 部分美方官员指出 即使美中两军开始恢复沟通与交往 要真正的实现双方有效的功能性对话 可能还需要加以时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